三位国民党士林北投区议员高喊口号 宣布2月1号这天 罢免吴思耀总部正式成立 第一阶段需要2755人连数才会过关 预计年后提出申请 面对国民党点名戈来尾 吴思耀作出回应 我有很多对于台湾社会正向的政策要推动 那没有想到那此时此刻会有这样一个罢免的乱流来袭 那罢免的乱流来了 我请市林北投的乡亲朋友跟思耀一起细紧安全带 我们一起度过这场罢免的乱流 同一时间罢免陈伯伟的3Q总部也召开记者会 宣布启动罢免联署 人在台北的陈伯伟表示 坦然接受正面迎击 好这就是民主 坦然接受 那当然也会正面迎击 会用我们在这个国会的问证 还有在地方的建设争取 以及积极的跑摊 让大家知道在台湾的民主 还是有一群为政治革新在努力的年轻人 2月1号是地使节立委就职一周年 泛滥阵营借机发动罢来位 但在其他立委看来 正当性似乎更重要 整个国民党的这个罢免的这个行动 其实是很缺乏正当性的 他除了是他自己报复性的这种罢免以外 也是希望在这个过程里面 不断的去扰乱台湾的这个民主制度 一路的罢免已经被国民党操作成 是一个政治的手段 这样的一个政治思维 我相信有一天会露出马脚的 前民进党桃源市议员王浩宇遭罢免 五党级高雄市议员黄杰罢免投票 也将在本周六登场 被点名的立委要用政绩正面迎击 新唐人亚太电视 崇徽摩 张永如 台湾 台北 台中 报道